这里是黄飞鸿 李小龙的故乡 这里是永春泉的发源地 武僧伊隆对新西兰冠军布莱德复仇之战 乌林峰环球拳王争霸赛佛山战 6月23日震撼登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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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月23日震撼登场 张剑八万里合格素马天地结 小不仰学vin影影响 中眼逐路放显英雄奔索 无力放晴自浪击恨善好 有一个老家永春泉的发源地 广东佛山 那么这次的中方战队 可以说是超豪华的明星阵容 有武僧一龙 死神方便 小虎铁英华等等等等 那么说说本期的节目 那么本期节目当中 我们将见到一位久违的少年英雄 叫董文飞 王者归来 武林峰走出去的好汉很多 但是走回来的却很少 因为他们有的打着打着就退役了 有的打着打着就改行了 但是董文飞越打越强 那么这回董文飞回到武林峰 是要干什么的呢 我们有请胡祥和韩燕去派一探机 你好 董文飞 这一次准备得怎么样 这个各方面准备的都挺好了 这个文飞也是河南人是吧 对呀 我们这个河南也涌现出了 很多优秀的选手 试别两年之后又回到自己的家乡 回到主场打比赛 有什么感觉不一样的 这样子回来感觉很亲切 很激动 也很羞愤 让我们一起为董文飞加油 中国勇士战伍暂死雷响 不及行来网站登陆铭峰 只为一个跨越时空 的承诺 王者归来 中国七十公斤统治者董文飞 再度降织 能否刷新自己的KO记录 精彩比赛马上开始 武林峰 那么在6月23号 武林峰环境平皇中号赛 将走进广东佛山 那么武林峰将派出 前所未有的全明星 超豪华阵容 五增一龙 死神方便 还有这个小武铁英华等等等等 本次比赛我们要感谢 香港唯一集团 广东佛山唯一拮据公司的 大力支持 那么接下来这是一场 中国勇士男子八十公斤级的 选拔赛 那么很有可能 这个胜出者能够晋级 我们的广东佛山的 环球拳王争拔赛 首先登场的红方 火麒麟 王赛 王赛是一个年轻人 但是王赛背后有一个 国际级的强大团队 我给您介绍一下 王赛的师父叫阿诺 阿诺是前美洲的拳击冠军 阿诺还有个弟弟 叫宾尼 宾尼是目前世界上 所有的搏击比赛 包括拳击比赛当中 跨五个级别 有六个世界冠军的称号 并把这个荣誉保持了 27年的这么一个绝世天才 那么两个人呢 就在全国范围内选 选出一个有代表性的中国人 打算把他培养成 一个绝世高手 将来来称霸世界 他就是王赛 他的天堂 咱 呆 诶 侍 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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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咱 咱 一步 接下来有请蓝芳 战狼 张杉 比赛 现在开始 观众朋友们 现在您看的这是 中国勇士男子80公斤级的选拔赛 在洪方市被人们称为火气铃的王赛 蓝方是来自山东德泰拳馆的张山 组号是战狼 观众朋友们 这里是金银啤酒冠名的武林峰 这是一场男子80公斤级的 中国勇士的选拔赛 被我们当时解说的 就是著名体育评论员宋玉杰 刚才那个谁 我们的主持人 郭忠祐向观众朋友介绍了 这个王赛的教练 是一个前美洲的一个 冠军级的教练 对 阿若 那么阿若呢 通过偏向他的弟弟 拿了五叶子世界冠军之后呢 想想在 他有个冠军梦想 就是在中国能寻找一个 李小龙式的人物 对 五叙来一双 认为这王赛很有在这种气质 那么王赛呢 我们也知道这个选手 不管不仅练过这个散打 包括泰拳 踢拳 还有这个MMA 他说的我的梦想 就能打这个在美国举办的UFC比赛 而这个王赛呢 还要获得WCK的这个 中国区的 金腰带 真名选手呢 身体条件非常匀称 而且在更善良身体的地面积 他这个战力技呢 就是说特别特别的出色 有时候MMA的选手 就是打这个规则打时间长了 对战力技他会没有耐心 对 对 打着打着 他觉得放不倒你 我就完了 停 你看现在从第一局目前看 这个王赛对战力技的 这种组合式的进攻 还是没有找到感觉 是啊 尽管这是一场中国勇士的男子 巴仲基的选拔赛 这是王赛第一战比赛 他说赛前也说我要用一种平常心 参加这场比赛 所谓的心态是非常好的 但是他的对手张山也是第一次来 但是张山获得过河北省的散卡冠军 还有全国泰拳锦标赛亚军 你看那个王赛的这个防守你看 是吧 一般不太一样 你看看 嗯 他很注重这种斜奏 嗯 这就是一个散打选手啊 通过练这个泰拳 之后啊 哎 他那个斜奏感都完 泰拳练散打完全不一样 对 你看这个像王赛他这种出拳 他的直拳非常地 应用到了后制拳 你看他现在已经很少用这种什么 高边腿啊 是吧 这种这种激昏入线也没有了 对 他把以前那种散打的 这种车段腿 还能保持在他身上 他利用这种拳法 就是想把这种打的 呃 王赛的这场比赛呢 我们大家是很期待的 我们在列台上你看他很自信哈 哎 据我了解王赛的教练是很厉害的一个人物 对 呃 王赛的教练也是曾经是呃 美洲的拳王 在世界上也是非常著名的教练 培养出了很多优秀的选手 世界冠军 呃 其中之一呢 就有自己的弟弟 然后宾尼呃 曾经打了63场比赛 57场KO对手 况且呢这个KO率是非常高的 至今呢都没有人能打破这个世界纪录 呃 况且呢这个宾尼呢还跟成龙 在这个这种动作电影里面也有这个展示功夫不错的表现 所以说这个呃 王赛呢他也是这个跟这个呃这个咱们这个亏德游四啊啊这个结缘啊这个这种关系也是相当的好啊这个亏德游四呢在这个中国包括在这个世界华人里面他也要找一个这种李小龙式的这种选手啊偶尔的机会在这个一场这个比赛上然后认识了王赛他觉得王赛具备这种李小龙式的这种选手的气质 所以说给李小龙跟这个谁啊这个王赛接远 来然后一直这个陪这个这个王赛训练 好伙伴们是中国有数男子80公斤级的选拔红方是火麒麟王赛蓝方是战狼张山 呃第二局一开始王赛打得好啊第二局一开始王赛打得非常好 对哎他通过第一局这种试探之后呢第二局他感觉进攻了他那个现在的我们通过第一局感受到 他那个你像王赛的上这一样非常好打对哦他的出拳级度不是特别坏但他很呃 要求比赛当中我的出拳的有效性啊对而且王帅王赛看现在看比较擅长中进纪律的这种进攻 他给那时候打的主要是冰冰对他不顾边你看他中心往上逼逼逼逼逼逼然后找记忆一个后手之拳 这是一个接腿一个后手中前被打住 在这里报告大家好消息由那个香港维基团 博山是唯一位聚员公司提供赞助的环球拳王争霸赛走进博山呢将于6月的23号在博山体管已经打响了 我们知道博山也是王飞鸿的故乡也是永春泉的塔营地 6月23号武力方将走进博山 这时候我觉得篮放的张农山呢作为战狼呢应该改变一种打法对说你要有意识的移动尽量的把距离拉开不要跟那个王赛拼着拳 对对对对 你不要跟他拼拳因为你练三打的呀 你看王太大线为止一个高腿没有出没有 他要端着慢慢走走走竞争到我的摄影子内玩一个后手中拳要不是一个技能你要你几个第一边队我接住你一个后手中拳 你看他的打法并不是我们想要那么红我但是他很上上那种拳马 包括我们说那拳队的组合并不是特别多你看这样就有接住就一个后手拳 嗯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张山要发上去用你的腿发给他你不要给他对王拼拳了 你看现在看篮方张山是完全是被动了被动了 啊 被动了 因为他不知道怎么打对这很他用我拼拳打不住这个王赛 那腿巴对王那个上去放得挺好那我靠什么呢 嗯你要打这个把节奏给他打乱 这个王赛力量真是上量太大 打MMA规则的上队力量都好 对 好 大家好 这里是京四友冠军的五连峰 这是男子八十公斤中国勇术选拔马带的比赛 红方是王赛蓝方是江山比三军 这个第三军王赛打的开军有点急了 对 你看啊 这种大摆拳这种杀伤力不行 因为地方你要护着头之后你要他的摆拳百分之后你要打击辅 对 他全球起来了嘛 这腹不是露出来要击辅一个我们说上高平空打了打了腹 就跟我和郭成东说这个王赛擅长这个MMA 他之所以比赛节奏打这么慢的原因他擅长地面 你觉得这仗量非常好 对 他说要运用了脚力弱 在地面要打 是 所以这个MMA选手的这个如果打的规则时间堂上打战力计啊 他的节奏多慢 对 节奏慢而且是缺少耐心 但是就是力量 力量大 抗击打能力也好 抗击打也好 抗击打也好 走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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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走啊走啊 所以你现在从那个王赛身上已经看不出一点他以前练过散打这个痕迹里面 对 哈哈哈 一看这是练拳击的 对 练拳的 你看 这种肌虎力量是吧 对 现在张山完全是那个靶子一样 嗯 嗯 嗯 但是对于王 王赛这种级别来讲 他这个节奏确实是慢 齐全的速度也慢 现在张山已经完全顶不住了 顶不住了 对 对 现在张山只有招架之功 对 还手之力 原因是 你难道你就不用正能控一下 这样一位分球打是非常费重的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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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这时候 如果王赛会一个所上拨拳的话 抛进去一样就能这样 对 他不会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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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现在王赛过瘾了 哈哈哈 其实是没有重创 没有重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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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比如说张山还有戏 还有 他指张山有决定在这个战术 首先战术运动不动 啊 在对手这么大的上阵量情况下 你不要一位给对方拼拳 你要靠移动 避开他的拳法的封锅 利用腿控制 啊 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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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鱼 一号叉飞员 三十比二十八 二号叉飞员 三十比二十八 三号叉飞员 三十比二十八 比赛结果 红方胜 红方胜 第一场比赛 对这个规则来说我比较陌生 还有陌生的赛场 所以说我多少的还是有点不适应 规则上稍微有一些不适应 阿诺教练一直想要把你打造成这个李小龙式的人物 其实你对他也是有过承诺的吗 呃 教练对我的期望很高 可能这次比赛 包括最近的事情比较多 所以说影响我的状态 我知道打得很差 呃 但是我相信我会很努力很努力 呃 不辜负教练对我的期望 我相信我一定会努力 我相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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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会影响我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那么在走进活山之后 再往后的比赛呢 我们今年还将走进韩国 这回呢韩国也是为了迎接中国功夫 派出了非常强的阵容 在韩国的团队当中 有一个韩国的超级明星 是一位大美女叫林秀珍 这位女选手在韩国的影响力有多大呀 我给你举个例子 只要她参加的比赛 像韩国的这些大企业 什么现代三星 无偿赞助 要多少钱给多少钱 你看没有 这就是品牌影响的一个号召力 中方的女选手 派哪位女英雄 来迎战这位韩国的女英雄呢 我们的选拔赛已经由此展开 我们又请本场比赛 洪峰 王冰冰 洪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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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请本场比赛蓝方 来自北京阿海联俱乐部 王小颖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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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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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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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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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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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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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 中文字幕志愿者 中文字幕志愿者